清晨六點 太馬里遠處海面上 又出現水龍捲 儘管距離遠遠 卻讓人看得還是好害怕 因為踩個颱風 短短兩天就帶來兩個水龍捲 一個還因此讓大午區變災區 颱風已過家門口 除了送上水龍捲 大浪更是不斷 海邊刮起五公尺高浪 大媽群看到忍不住打卡拍照 以為遇到了美景 但恐怕沒想到前一天會是這樣 大浪襲來一波又一波 就像千軍萬馬 因為民眾差點滅定 而除了浪還有雨 民眾這天來到公園 才恍然大悟 水位退了一截 讓真正游泳池終於露臉 因為對照前一天 整座游泳池一片水汪汪 以為是加大游泳池 其實是強降雨來不及宣洩 把公園包括地下室泳池跟著一起沿 不僅如此 南橫公路也因為大雨灘坊 道路受阻 強風 大浪 大雨 這個颱風 讓整個台東亂了不掉 記得阿公雅麥 李玉錦 严靖宇 台東報導 臨